没事,我不会跑的 这个总差差多少钱? 太差了 没有人给过啊? 给过7000 7000,我感觉7000都给高了 是吗? 是的 这么好的颜色还好吗? 它干干啊 没什么种水 给了多长时间了 带个清洗吧 它不卖,现在都后悔了 对吧 嗯,这个小小的 怎么那么小啊? 不小吧,不是 来到这里不帮你买点东西又不好 熟人都不买点东西不好 但是太干了 行吗,让你7000再问一下 我本来不要的 但是我看来看去没有一样 我喜欢的 每个人会对的是吧 对啊 就是我们朝鲜人做生意都这样的 走到老熟人那里买一件 怎么人少了这么多这里 今天下雨了 意思不下雨人多 对 下雨就不出来做生意了 在家就日马上休息 带来进去 嗯,说的也是 难怪我刚才走了 人那么少 你这料子是不是你们自己的 不是,就是一个货主的 他就是坐在这里 我又没了 他说不行啊 我们7000没了 不行是吧 那就不是我不关上你的生意啊 那我再问问他吧 好,竟然好像有点热 没事,我不会跑的 我这就给你了 好 我说了饭吧 谢谢 不客气 你的名字好好听哦 奇奇 那你要找一些奇怪的料子来啊 好 生意心咯 我把这些干一点的切掉 那时候就留一些好的 这一件的纸 肉是很老的 紫色 再说一次 当方在灯下的纸 它都不能真正的纸 现在是灯暗暗的 你看到这个纸 它才是真正的纸啊 哦 哦 哦 可以花春 桃花春哪有这种 这种叫红春 哦,这种叫红春 桃花春是那种淡淡的粉粉的 才叫桃花春 嗯 我的要求是什么 把这紫色的做成树面的 然后呢 这些做成一只动物 好 动物你自己挑 紫色的一定要光束 你看到这里 我看到它有穿下来的迹象 这都会做个大当面 我不要 我告诉你 你做光束的 以后想要 咱就把它再切出来做界面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对 就是我们把公 因为它这个 公用在这边 我们留起来做的话 它有春有颜色 有春有彩 它做出来有点味道 然后呢 把紫色的这一块留着 做树面的 到时候需要切 想要做界面了 再把它切掉 这就是后期 我们买那些材料 是好的跟叉的在一起的时候 就做得不起公 把公 起在叉的位置上 这样就是最大的保留料子的价值 几只猴子 三只 看来师傅们在我的影响下 是越来越有那种感觉了 做东西我都说 做多的 要三六九 这个题材我很喜欢 这样做到时候像手丸一样 然后呢 也能将这个紫色 给最大的明了 因为你桃子 是整个大大的嘛 这样做下去 就知道它的紫有多大 这个可以 被 ihrer伤伤的 这个紫色够不够浓于从这里穿到这里来 这可是在大太阳光底下 我曾经说过 而且我也不停地在说 纸呢是在阳光底下 它所沉下来的纸 它就是真正的纸 也可以说是最近在平州 相对来说比较物有所值的 当然这里面呢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我们潮州人做事的一种方法 你看到我每次走到这个美女那里面前的时候 我总是想跟她买点东西 不会别的 就是维持一种供应关系 我呢走过来 每次跟你买一点点 有好我就收多一点点 下次呢 他有些时候可能这个价格出不了 可能出给我就出得了 这可能 他说这一件人家给过7000块钱 那7000块钱哪能买得到这种东西 一道灯光底下 就是我们上面的色灯 所以呢 我这次在提醒你们啊 如果去商场买东西 买紫色的或者买有颜色的 拿出来摊光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色灯你看 它明显跟那个纸又不一样 再这样打灯 那个纸就更不一样了 我的工厂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呢 你会发现但凡做什么 它都会有一个 人家说的三五成群 你只要成群的 比如说做动物或者做人物 就以这个题材为例 猴子的话就做三只 为啥 因为三三无尽 六六无穷 如果是说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点 咱就做六只 再大一点点 咱就做九只 漂亮 这还真别说 七千块钱能买掉这种春代菜的 也少 就放这吧 放这里行不行 可以啊 算了 这光不用太强 反正人家买春的 都要拿出去太阳光底下看一下